大家好 全國投票 歡迎收看今天的金錢到 今天還不錯吧 大家心情應該好多了 同樣的一件事情 我昨天說一遍 跟今天說一遍 威力絕對不一樣 因為為什麼 我昨天講的時候還沒有漲 但今天漲了 所以當我告訴各位 在5月前 也就在4月底 本週的買點會出現在 禮拜三 禮拜四的時候 當然第一時間點 相信的人肯定是不多 因為氣氛太差了 不過其實有很多投資朋友 事實上是打電話來跟我們聯絡 認同我們的看法 主要就是說 因為昨天有一些最弱勢的股票 還沒有反彈上來 我也跟各位說過 其實也不用殺了 這個當中包括還滿多的 半導體系列尤其多 連電 對不對 然後部分高價股 IC設計 今天都反彈了 所以同樣的一件事情 在我昨天說可能 跟在今天說 意義完全不一樣 包括我告訴各位說 買點就在4月底這件事情 我們先來看一下 既然大家今天心情已經好多了 我們就再講一次 其實在道瓊 其實美國是輸出賣壓的 最主要原因 因為如果說你美國 事實上在沒有改變空投結構的時候 每次只要一下跌 賣壓就會出來 空投結構定義很簡單 如果你每次下跌 前波有跌破就是空投結構 最後一次空投結構在這個地方 也就到道瓊的32272這個地位 這也是當時在惡物戰爭 跟3月升息的前夕 但你仔細看 這個32272是出現在3月嗎 不是 它是什麼 是2月 3月在這裡 也就是說等到 3月17號真的升息的時候 這根灌下去 前滴沒有破 對不對 這裡先破 這2月 這道瓊 現在賣壓都是從外資輸出的 所以現在這個位置 你可以看到3萬3是守住的 那麼3月低點在這裡 假設說你這一波跌下來 是因為你5月5號要升息 那你升完了以後 像這邊是升息完以後拉上去 那現在大家擔心升息兩碼 所以先殺下來 升完以後拉上去 那到6月16號再升息一次 對不對 又殺下來 這邊再接一次 再拉上去 這裡再殺下來 那7月的時候 這個你都要看了 要看它升息的幅度 因為現在來看的話 就是1碼 1碼 1碼 大家擔心是1碼 2碼 3碼 這樣子升碼 假設說人家升息的循環過程當中 出現1碼 2碼 3碼 3碼以後出現2碼或1碼掉下去 市場上開始解讀為 最緊俏的時間已經過去 因為股市是反映未來的 只要你在升息循環的過程當中 你見到那個頂 接下來只要是1碼 1碼 1碼 股價就開始創新高了 全球股市在這個時間點 就會開始創新高 我告訴各位 利用這樣子的一個節奏 來抓所謂的買賣點 昨天已經跟各位講過 新的波段已經起點了 5月的新主流已經開始新漲了 原因在哪裡 股市在昨天指數是沒有漲的 全市股還要跌的時候 導致於指數下跌 可是事實上在這個時候 多頭應該反攻的時候 你不反攻的指數 配上了已經反攻的主流 就是先拉一個紅棒的股票 好 別人大跌我收腳 那麼今天別人反彈 我就創新高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到 昨天也來跟各位講 5月新9如來已經出來了 今天很簡單 有人剛開始反彈 有的人已經回升了 對不對 創下波段新高 或者是說N支突破 越過了上一波的高點 轉為多方循環 就稱之為已經回升了 那我們來看 5月復工是逐漸的事情 4月營收公告之前 低點就會出來 這我昨天預告的 今天看起來果然沒錯 所以今天這個位置在 低檔出現一根紅棒 接下來有點類似這邊 所以美股有機會 能夠再漲一天 或者是說我們明天盤中 遇到美國電子盤是上漲的 那麼就有機會在這邊 拉出一個日級別的日出 不過重點還是在 5月的新主流 那今天的漲勢分成幾種 第一個當然是 最弱勢的股票反彈 對吧 像零電這種 最弱勢的股票反彈 好 那反彈的 這個過程當中要看什麼 首先第一個要看週級別 因為週級別這個禮拜 有機會收在上禮拜的上方 所以下個禮拜 如果週間一根紅棒的話 會把KD穿到20上方 那就有機會做出一個 有效的反攻 因為你只要動花在20下面 就沒有效 比方說像這個地方 動花在20下面 它就會越盤越低 你現在就是要把週級別 動花的20佔回來 20 KD的20是很重要 因為KD站在80以上是強攻 對不對 KD如果破在20以下叫強空 所以你就可以可想而知 市場上教你用KD的人說 20以下黃金交叉是買點 這是一個多荒唐的交法 如果說你今天主趨勢是向上的 那麼你的副趨勢在20以下是買點 這個OK的 如果你的主趨勢本身就在20以下 你根本買都不能買 你不打空單就已經在那邊 歐彌陀佛你還買什麼買 對不對 所以這個 市場上很多教人家的誤人子弟 亂教一通 瞎扯 那 在這個行情當中 我們提出所謂的相對論是 一個市場當中有多有空的股票 是看你個股為主 那我們繼續來講 這個已經有人反彈 也有人回升 所以未來同樣是漲 回升跟止跌不一樣 止跌是可以晚一點賣 但你還是要賣 對不對 你會反彈 就像我昨天講會反彈 你昨天不要再殺 你昨天殺到低點 昨天跟各位講過晚一點再賣 但你會拉回來打第二隻腳 所以現在有個重點 有沒有進場點 有 投資朋友告訴各位說 你是有個進場點的 比方說以這個大盤指數來講 你觀察當然三月的情形 彈上去以後殺下來 然後揚藏而去 這個地方有可能出現右腳 同樣這個地方 如果說明後天出現一個反彈 連假三天 回來還有一個機會打右腳 右腳上車上去 所以務必把握 第一時間在這邊跟我們聯絡上 明天是連假前最後一個交易日 我一定會下去買股票 我就直接告訴各位 我一定會買 那麼當然看你的情形 你如果說是滿搜股票來找我 我會觀察你的情形 也許明天適合你買 也許不適合你買 但是如果你是空手的來找我 明天是一定上車的 因為在這個時間點 你不可能等到廉價以後才做攻擊 那麼強勢的族群 他一定會在別人反彈之前 他就先創新高 對不對 好 那種股票叫做義無反顧 就是不管你美國漲不漲 我都要先攻的 那種股票才是對的 因為要講一件事情就是說 這一次所謂的個股表現 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到 我們在講就是說 美國造成的這個節奏的買點 是針對大部分的股票而言 但如果你真的主流股而言 就不是這樣 比方說你說防疫股 農糧股 他根本沒有拉回 對不對 如果說你照那個 我剛剛講的 美國升息的時間點 你在這個四月中先賣一趟 對不對 然後五月出來找買點 你賣掉就沒了 所以我剛剛講的那個節奏是指 針對大部隊而言 但如果你今天是一個採用 我們相對論的一個 操盤的一個精神跟理念的話 那你就會知道 你根本就沒有那個拉回的機會 對不對 所以來看一下 目前的牌面上的主軸 印尼宣布禁止中旅油出口 全球食品通膨恐惡化 這種都是老新聞 但是這個是在這個禮拜新的東西 他特別針對中旅油 這個來拿出來講 好我們看全羽生計 他中旅油助用的肥料 所以今天先做一個反攻 但你仔細看 他昨天就反攻了 對不對 所以昨天殺在低點 或前天殺在低點 一定就錯了 這個就有一個情形 因為你本來就是多方格局 所以你強勢股在創高的時候 因為大盤而拉回 很正常 對不對 所以你拉回會有一個買點出來 只不過就是說 因為全羽它比較尷尬 它現在分盤交易 當然分盤交易的股票 現在都在震盪整理 但是邏輯上來講是這樣 不要不然會觀為什麼漲停 它漲停 對不對 東檢當中的人可能比較多 流善影線很正常 但是這個地方就告訴各位說 強勢股拉回 出現第一波買點了 這一波因為我們看到 國際農糧股還沒有上來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台灣就會先漲跌比較深的 包括像什麼飼料 肥料 這些東西 對不對 因為你跟著國際農糧的這個部分的話 還沒有第一時間跟上它 這要看今天晚上的表現 但是屬於我們台灣這邊比較 走自己邏輯的對不對 你看這個飼料股 他們今天都是漲停板 因為你會回到起漲點 你總不可能說美國不漲 我們這邊把起漲點跌破 這邏輯就不通 對不對 這東西本來也是認測股 回到起漲點 回到漲幅了一半 今天是起漲 所以第一時間點 就要告訴各位 股票其實有分兩種的 我講是沒錯 這些族群都是本來不管大盤的 大盤你拉回他沒拉回的 對不對 這一波你真心要講說 真的要套到哪裡 講實在的也就是聯電台積電 你扣掉聯電台積電跟 投信死咬不放的聯發科之外 這一波如果你真的照著政策在做 我必須坦白講一句實在話 你應該沒有受傷 說不定你是大賺的對不對 我這樣講很客觀吧 很操展吧對不對 你看我們這種股票沒話說 確實是這樣子 所以我解盤我在上個禮拜開始 就跟各位講說我分兩塊解 一塊是解給大部分的人聽 一塊就是解給贏家聽 如果說你想要進入贏家的行列的話 你認同我解給大部分人聽的那一塊 你就跳進我們這邊 加入我們行列 我帶你走向贏家之領對吧 因為市場上也不是說 大家老是搞法的那一套 這次證明反而也不靈光 你搞那一套 我們應該要站在自己 在如何在市場上創業 照這個想法去想 我們現在來講 很多人說老師 這些股票都很強勢沒有錯 但是我有問題 我第一時間沒有切入怎麼辦 我跟各位講 當一個族群已經情深波段 切入方式還有三種 第一種本來的強勢股 拉回時的買點 毫無疑問 像這本來就是強勢股 你拉回找買點 這沒有錯 第二種就是族群中 還沒有被發現的個股 再來就是族群的變形跟擴散 對不對 我們現在講第一種了 第一種的話 最理想的狀況的話 你測試 就檢測世界股票 拉回找買點 那我有一個問題 你不拉回 不拉回的原因就是說 因為大家在等它的營收 比方說你看像泰博有沒有 它短線就在那邊整理 一直震 那主要它分盤交易 分盤交易要到五月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就等不到 那等不到的時候怎麼辦 等不到就看空嗎 當然不是 因為它不拉回 不拉回怎麼辦 你現在講別人 比方說我們以這個通路來講 加上快篩實名制 對不對 然後這個規則出來 大家都知道 我就不多說了 一間藥房78 對不對 一份500塊 然後我大概簡單講給各位聽 假設 這個以一間藥局 78人份 它現在 以後可能會越來越多 我是以今天看到那個新聞 78 一份500對不對 一個月數30天 你這個乘下去是不是100萬 可是你看我舉個例子來講 大數為100多家 信義應該200多家 藥師92家 對吧 藥師 那我以信義來講 你看這個200多家 你把它乘起來 170幾萬 乘以280 3點多億 你是不是要信義 3月贏收多少 才5億多 才5億多 你如果說5月跟6月 你真的讓它這樣賣 這是以78試算 假設全部賣掉 然後這個人數又增加的話 可能還不止這樣 對不對 這是用試算的 這是試算 所以其實你看 昨天我跟各位講 信義為什麼先攻 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來 我講的邏輯是對的 股票絕對不會大盤攻 主流財攻 你今天根本就是跳空漲停 看到沒有 這就是我給你的答案 這就是跟著別人 跟跟著我差在哪裡 你今天大家一定拍手歡呼 連電連電 還我公道 感動了眼淚 你不用感動 你就直接算一下 假設你昨天買100張 這我跟你們老師最大不同就在這裡 沒有什麼差別 我認為一天就可以 差別出天堂跟地獄 戰神跟 戰神跟什麼 戰神跟衝鋒隊長之間 差在哪裡對不對 程度就真的是差那麼多 你直接就跳空了 你覺得我講對不對 對不對 你就簡單試算一下 這是一個概括 也不見得真的是這樣 但是你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因為有人這麼想 他今天就直接跳空 不然幹嘛跳空 對不對 有的人會不會做生計的人 他會怎麼樣 他會說你看 保齡跌下來 你看那個什麼誰 銳積不漲對不對 代表這個生計結束了 因為你不會去思考說 其實他錢找到這邊來了 對不對 你說保齡也沒怎樣 他只是震盪一下 銳積震盪一下 只能給他震盪一下 你到五月公佈的時候 你就知道了 所以說大樹這邊 當然他這邊我們說 價格比較高 還沒有反應到 你未來來講也有機會反應 所以你看 鑰師是勝宏的 他今天也有反應 我昨天又跟各位講怎麼玩 我們開始買新股票對不對 這檔生計股 這是月K棒兩年前 生計股在狂熱的時候 在這邊有沒有 2020年 這2021年 兩年前生計股 兩次狂熱的狂潮在這邊有沒有 我說這檔股票 你光看這個月 它的成交量 比前面兩次高點還要來得高 這不是要過了嗎 對不對 我問你 生計股是今年4月才開始漲的 它4月暴漲 對吧 毫無疑問 全國最強 看到沒有 所以你說 提前掌握一檔股票 重要性在哪裡 對不對 要解釋很好解釋 要放炮 要說故事很簡單 我今天也可以跟你講說 你看 東檢流上影線 這代表高檔的資金 高位階轉向低位階 大家準備去抄底友達對不對 講一個故事給你聽 那很簡單 你就直接告訴我說 你今天買友達 明天會不會漲停 你今天去買了哪一檔股票 你買了資源 你買了創圍 然後三天之內會漲到多少 對不對 說不出來 但是可以營造一個很美好的故事 可是其實 股票除了存量資金 也有增量資金 存量資金是原本在主流裡面的股票 它不見得要回 增量資金美國只要一升息 錢又回來台灣 為什麼不行 誰告訴你不行了 不行台幣現在貶值 那是今天 你怎麼知道下個禮拜不會升資回來 你說對不對 所以這種東西就泡 會解盤的老師不會賺錢比比皆是 解得頭頭四道 講得有夠帥 有夠有道理 你就問問他有沒有像我這種本事 昨天先幫你掌握 今天跳空漲停 沒有什麼好講的就是跳空 我告訴你就是跳空 這是我正法的答案 我昨天就是給你這一張 沒有什麼好講 就是跳空 其他的都多講的 對不對 明基第一劑記報好 他又有檢測題材 對不對 遠距醫療 零接觸 對不對 這東西新的 其實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點而已 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我跟各位講過我的中心思想 我所認為今年真正最強的生計股是 擺脫兩年前那個高點的 才叫做今年 所以你說檢測現在最接近的是兩檔 一個是泰博 對不對 再來我們就是要找去年 兩年前那個高點已經越過 over過去的生計股 你看明基兩年前那個高點那邊 量都過去了 這個是2021 這是2020 當時生計就拉這兩段 現在收盤價已經在上兩個月的上面 過去了 這明天再跳一空一根就是 就是破紀錄了 就已經把那個 長線大底拉出來了 有沒有 生計還是 還是一個 怎麼講 國家政策 五月贏在起跑點 我今天不講什麼那麼多 明天我帶你買的股票就是 我在電視上從來都還沒有講過的 因為我昨天說過了 我現在買的是 我在電視上從來都還沒有曝光過的 從來都沒有 網通也有 現在網通你看網通多強 你看神傳就知道了 NCC那個東西下半年是大新聞 大題材 絕對是 那一定是大東西的 要不然現在網通為什麼會搶 電子要死光了就網通搶 一定有道理對不對 找剛剛起漲的 我跟你講 五月剛剛起漲的 我明天就帶你進場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稍後回來 開機全市防疫 關機全機防煤 為你守護美好呼吸 Panasonic 摩爾堅持 用心選鼓 從全球經濟脈動到總體經濟及大盤 摩爾堅持 技術面 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鼓策略 從研究川普到風神浮渡 去跟基本面到深夜市旁邊 摩爾堅持 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英文俠爾 歡迎來電 0800668085 0800 來來幫你幫我 吃一家思考家 我以前常把日子搞錯 我以前回家常沒把鑰匙 讓家人很焦慮 是啊 我們以前都有這些困擾 後來聽了醫生的建議 吃了白蘭市一家之後 現在白天思緒清晰 晚上睡得安穩 想保持思考靈活反應快 我推薦白蘭市一家生態精華餅 含有獨家專利成分 精脆生態 精科學實證 八週有感 幫助你活絡思考 穩定情緒 自從吃了一家 天天睡得好 整個人神經氣爽 氣色好很多耶 我還學會手機修除呢 大家都說我拍的照片好漂亮 我現在還學會到處打卡喔 阿姨 您訂到的一家 我幫你來配到家喔 白蘭市一家商態精華定 五天份體驗價只要299元 加入定期配 最高享八折優惠 馬上撥打 0800-864-050 絲綢路上經驗之作 七彩單殺 可惜走廊保地 絕地碼提四 商業道地美食 炒泡稱第一 週日晚節六點 家庭好票票 一台文教基金會 大陸請期 大陸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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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做的話 我在幫你們製作 掌握市場先機 就是給您獨到的投資建議 週一至週五 下午2點半 金錢送蔡振華 股市看中市 帶您掌握市場趨勢 兩天之前一定有一些賤嘴 對不對 告訴你花心要死了對不對 反正股票只要漲多 只要一出現黑棒 那種壞嘴巴就出來了 你看 我在前天就告訴你不要追高了 我不是告訴你說上一線很危險嗎 那個黑棒還真的是最後買點 我這樣講也對吧 所以 如我之前所說的 我們在第一階段的刺卡 當一個族群上去以後 三種方式 你第一段如果沒有做到的話 第一招就是最簡單的 最強的那支拉回來買 再不然就是同族群當中找第二輪 那你看 一般來講在我們的抵抗線 如果你真的買不到 通常都是60分鐘級別拉回來 60分鐘級別找低檔抵背離 可是連20都碰不到 現在問題來了 我教你在20抵抗成功進場 你20沒有碰到怎麼辦 退而求其次會用MSCD拉回來零走買 要不然你真的是 遇到那種太強的股票 不給你20 為什麼要給你20 股票夠強為什麼要給你20 對不對 好那我們看一下昨天來跟各位講 另外一檔 就是那個呼吸噴霧器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今天在工漲停 證明一件事情 生技股不是不漲 它要漲新的 因為第一輪在整理 第二輪呢 開始上工 呼吸到用藥 當然它的母公司在這邊 我也跟各位說過了 如果子公司通常來講 漲到三根漲停 母公司就會動 目前為止是第二根 目前為止是第二根 那我們一棒借一棒 股票都來得及 今天要來看第二個新聞 要來跟各位講一下 大家看到這些跌很深的股票 開始做反攻 其實USB的題材沒有錯 但是你看 你只要現在KD20下方的時候 反彈都無效 所以這些弱勢股票 第一個最重要的工作 怎麼樣 先站回20的上方 那站回20的上方 什麼意思 像這個地方 嘗試站回20的上方有沒有 沒有站回20的上方 日出失敗 有沒有 你要站到20的上方 那20的上方的話 紅棒出來 站回20的上方 隔天空頭抵抗的時候 不能拉回去 那這就要表示暫時站穩 那如果說你不懂日均 別怎麼看的話 簡單來看就是用周線 周線看能不能做出一個有效的日出 不過我想邏輯應該很簡單 就是要你脫離20 像普瑞他今天脫離20 明天空荒會抵抗 但他拿出來就是第一劑的EPS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之前有跟各位講過一件事 很多股票今年跌得很深 其實叫你賣你也賣不下去 坦白講砍在低點也是不對的 像我跟各位講 有一些股票你要晚一點賣 但其實有一些股票 低檔如果是買點的話 他事實上是可以加碼 所以我才告訴各位 這次跌生的股票 前幾天告訴各位 不要賣的原因是在於說 你帶著持股來找我們 其實有一些股票 剛好我們底部進場的話 可以帶你加碼一次 舉例來講一檔股票 從40跌到20對不對 我們20再買 你假設你有兩張對不對 我們20再買兩張 談到30塊的時候出掉兩張 用舊的換掉你的新的 你的成本是不是當下20塊錢 接下來持股 就可以當你的基本持股 但是你那筆多出來的錢還在 這樣來講的話 你就可以做新的股票 我們看一下今天是友達 這些都是這一波跌最深的股票 像這個就很明顯了 你看他站上20對不對 站上20但是股價沒有越過前面的高點 假突破 有沒有 他就一直維持在20的下方 因為你站上20 你要伴隨一個N字突破出來 好 連電還不錯 站上20這根紅棒就比較長 你可以加上周線來看 周線是短線的一個日出 好 那神准今天在創新剛好沒有錯了 帶著宇治往上公高 來跟各位講一下神秘的台鋼集團 半年報的黑馬 半年報的黑馬 今天尾盤有收上去 一旦在周級別進入一個鈍化狀態 就會進入主身段了 現在開始要抓半年報了 一檔股票只要拉三檔 三根漲 那麼連續拉三根換三次 就有頻率的乒乓倍 今天一樣5月6月7月 到年底還有6個月 5月你就要贏在起跑點 立刻行動 那我明天就帶各位做進場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